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相信大家好 相信最近这几天 蚂蚁的婚飞期的关系 每天的傍晚跟晚上有非常多的小飞蚁 可能会侵入你的家中 造成你很多的困扰跟不便 因为这个婚飞期已经开始了 所以有一些紧急的一些做法 在这边跟大家来做一个宣传 建议可以在家中的光源 下面放一盆水 看你用脸盆还是水桶 放一盆水在那边来吸引 这些蚂蚁他们的趋光性 所以说他们会往这个水桶里面来去聚集 那如果他们往里面去的话 就比较不会再影响你生活上的困扰了 你床上沙巴上或是身上 可能就会处理要比较少一点 但是就不建议大家 再去增加家里面的光源 家里面的光源 还是要维持生活必须的程度就好 毕竟它的这个趋光性 所以如果你为了这个水盆 反而增加了这个家里的光源 那就本末导致了 那同时间呢 这个礼拜公所的这个人员 也会紧急的来开始 对这个我们的公共环境区域 快再做一次的这个消毒 其实最近这几年 我们每年都有针对蚂蚁 一到两次的这样的一个消毒 那今年之前也有做过一次的 这个礼拜有这个婚飞期的状况 那我们马上会临时加派工作人员 来做这个黄金消毒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琉璃也就是我们熟成的这个小孩蚁的这个疫情 在南投县是非常的严重的 那也已经好几年了 其实这三年都有用自己有限的预算 每年大概20到30万不等 不管是做这个公共区域的要记得喷洒 或者是说这个耳机的发放 那我们每年都有持续在做 今年一样也有 但是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宣传单 就是呼吁大家可以再来工所 来领取若你不够的话 那这个耳机的主要配方 其实很简单就是 棚砂糖 然后再加个水就好了 那这样子就可以吸引这些公頤 来把这个含有棚砂的糖水 搬回去巢穴里面 让这个以后他吃下了这个 含有红砂的糖水之后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整个族群的这个繁殖力 才有办法慢下来 因为他这个多以后的族群 繁殖力非常的强 所以说如果你使用了耳机 一定不可以再使用这个沙虫剂 因为你这样已经只会把这些公頤 还没把这个有毒的糖水 运营去草虹里面 他就死掉了 那这样就没有作用 用沙虫剂 叉死他的速度 一定跟不上他繁殖的速度 所以说也常常会有听到人家讲说 耳机好像没有用 但是实验室还有科学 证明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用的 如果我们不相信科学 不相信知识的话 那我们鼓励小孩子认证读干嘛呢 这个真的是有效的 但是你就是不能搭配上去使用 但是一到昏飞期发生的时候 这些小黑頤就不再吃耳了 因为他们的生命趋力 就只剩下来繁殖下一代而已 要记住这些已经长翅膀 会侵入你家的这些小黑頤 他们是不会再吃耳机的 只能使用治标的方法 就是刚才讲的脸盆 或者是说沙虫剂等等 来减缓他们对你们生活的困扰而已 那这三天来非常的可惜 除了政公所之外 上级单位对这件事情不太重视 比较还好是说县政府今年终于 一点点几万块的补助 让公所的这个防治的这个负担 不用那么重 好那至于中央政府的这个环保署 跟农委会 这个皮球踢了三年了还在踢 我个人是非常的这个失望 我这边也要跟各位做一个道歉 急证公所虽然已经进去做了 但是没有办法让中央政府 跟县政府来更重视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去努力 那明年我们打算就不再寄望于 中央政府或者是县政府 可以把这个房子补助的更彻底 我们打算会自己原本二三十万的 这样子的一个房子的预算 提升到八九十万左右的这个规模 来加强这个力道 但是士兵同时间也会稍微排挤一下 其他的一些建设预算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那我就会来跟代表会来好好的沟通 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每年的魂飞旗 这个蚂蚁 这个困扰人的这样的生活已经受够了 所以说急证公所一样会继续 在我们的预算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 来加大这个防疫的这个力度 那最后希望各位我们的正名朋友 大家可以配合这些防范的作为 另外也可以顺便一提 所以说这个水盆的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把这个水盆放在 你家跟路灯的中间 不要放在路灯的靠马路内侧 因为这样可能 路过的脚踏车或机车没有看到 会碾压到 利用这个去光性把这些小黑影 尽量留在户外 而不是你的这个家里面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以及分享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 集集小镇的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哦